就在这个全民抗疫的非常这么关键的一个时刻 有人缺德了 竟然在网络上借助疫情的热度去恶意编造故事 这个热度也要蹭 对 所以说近日一篇杜撰的名为《青城之恋2021》的文章 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围观 这文章它说的是广州南沙的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 约会就餐之后就被感染了 这个女子来深圳之后导致了深圳都区开展核酸大排查 是的 我也刚好看了这篇文章 写的还真的是是那么回事 生气并冒的 煞有其事 感觉这作者好像就在现场一样 其实这篇文章完全就是杜撰的 作者李某某刚开始 他只是想在朋友圈里边 秀秀自己这个文采 没有想到居然就被截图保存 而且疯狂的转发 所以说在6月8号 深圳警方就根据线索 把居住在保安区的嫌疑人李某某给查获了 并且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很多地方的一些 很多人的一些朋友圈里边 以及一些那个自媒体上 都有转发这个文章 然后导致有些人对这个深圳开展 那个大规模和尚检测 有感到有点惊慌了 而文章在最后还故意埋伏感情线 称广深两座千万人口的城市 因为男女主角偷偷摸摸的爱情 而瞬间颠覆 他就是在那个他在他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里边 然后看到一些自言片语有关于南沙 那个封城 然后平时就刷刷手机 看到一些新闻之后就结合起自己曾经看到的那篇小说 就虚构了这么一个文章出来 6月8号上午深圳警方结合禁网行动2021 根据相关线索在李某某的住所成功将其插获 他当时宰家对我们的到来也感到有点有点惊讶 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杜撞了这么一个故事 编造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并没有影响 并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大的那个网络上的一个转载 原来李某某是一名张爱玲迷 让人身临其境的这篇故事更是凭空捏造 李某某介绍之所以要在朋友圈发布这个杜撞的故事 完全是一时兴起 想蹭蹭热度而已 他看到了那个张爱玲的那个清晨之恋 然后自己就编写了一个清晨之恋2021 然后就发布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边 就是想秀一波的那种感觉吧 他自己说的他就是想秀一下自己的文才吧 目前深圳警方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已经依法对李某某做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这个事情后来发酵成传播很广泛 这并非我的本意 我也感觉到这个事情对社会造成了恐慌 我非常抱歉 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传播这个信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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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